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0年6月14日星期日 昨天的时候呢,6月13日星期六的时候呢 川普去了美国的西点军校 对2020年毕业班1100多名的陆军学员发表了一个讲话 今天呢,我这个视频就想就他这个讲话 跟大家讨论一下川普的军事立场 川普呢,对于他们的军队在国际上的这个角色问题 以及呢,美国的大选川普和周拜登 他们两个谁当选对我们中国更有利一些 那现在呢,我们先来看一下 川普在昨天的时候在西点军校2020年毕业班的毕业典礼上的这个讲话 他就说呢,他说你们每一位都是在美国历史上 最关键的时刻开始你们的陆军生涯的 我们正在恢复根本的原则 即美国军人的职责不是去重建海外的国家 而是强力保护我们国家免受外敌的侵略 我们正在终止无休止战争的时代 取而代之的是重新将重点明确放在保卫美国的关键利益上 然后他说,美国军队的职责不是去解决很多人 甚至从未听说过的遥远土地上的历史冲突 我们不是世界警察 可要让我们的敌人知道 如果我们的人民受到威胁 我们将毫无迟疑的开始行动 从今往后,当我们投入战斗时 我们就只为胜利而战 然后他还说,为了重新建设美国军队 他领导的政府已经投入超过2万亿美元的经费 购置新型舰艇、轰炸机 数百架的军用直升机、战斗机、新式坦克和导弹等 并且研制超高音速的导弹 还成立了天军 其目的就是确保美国军队 拥有世界上最好的装备和科技 继续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 接下来呢,他还感谢了美国的军队呢 在这次抗击疫情的过程当中 所提供的这些个帮助和做出来的贡献 那这个特朗普呢,如果说你关注过他在2016年的时候他竞选总统的话 你可能会知道川普呢,他是不喜欢战争 这是他一贯的一个原则 他当初竞选的时候呢,他是说如果他一旦竞选成功以后 当上总统以后呢,他就会从海外撤军 实际上呢,他当了总统以后呢,确实他也承诺了他这个诺言 他从阿富汗撤军 他从这个叙利亚撤军 他从中东撤军 那近期呢,他还要从德国撤军 从德国撤回来9500多名士兵 然后呢,在德国只保留有25000名士兵 他是确确实实是不喜欢战争的 但是呢,他也经常表现出来 如果是谁,不如他意了 就是他认为,谁如果是成了他的这个障碍 所谓的伤害了美国的利益 他是绝不手软的 但是呢,多数时候我们也知道 特朗普呢,他就是一个大嘴巴 他说的比做的要多 他威胁说呢,我马上要发兵 我马上要打你 他曾经还说过呢 伊朗在海湾地区的那些巡逻艇 他说,如果你在骚扰我们的舰队的话呢 我就给舰队呢,直接就下命令 把你们这些舰艇呢,给你们打下来 还特别搞笑的,用了一个词说打下来 但是呢,他事实上他也并没有打下来 而且呢,在前一阵子伊朗往委内瑞拉 运送汽油的五个大型的游轮 在这五个大型的游轮 刚一出那个欧洲 刚一离开欧洲的时候呢 然后美国就表示说 一定要干预的 说这个伊朗这五个游轮呢 绝不能让他们到达委内瑞拉 结果呢,这五艘游轮 一个接一个的都到达了委内瑞拉 之前呢,还把委内瑞拉和伊朗呢 吓得够呛 这五艘游轮呢,曾经还在半道停了停 想一想,还要不要继续往前走 结果呢,后来就横下一条心 因为伊朗也是收了人委内瑞拉的钱了 对吧 横下一条心 还是要把这个五艘游轮上的汽油呢 给委内瑞拉兄弟送过去 因为委内瑞拉兄弟的这个汽车 全都因为没油,抛卧了 然后呢,就第一艘游轮过去之后呢 战战兢兢的过去了 在委内瑞拉派出来的这个军队的护送之下 过去了 结果呢,美国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后面的四艘呢,也都过去了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这个特朗普呢 他的的确确确的 其实他是确实是不愿意打仗的 他不愿意打仗的 他会在有一些个利益方面呢 会做一些妥协 其实我们中国人呢 在美国的这一次大选 谁可以 就是谁赢谁输 是特朗普连任呢 还是周拜登上台 在这一点上 其实我们中国人呢 还是蛮纠结的 尽管这件事呢 我们中国人什么态度 对这个结果呢 不会有什么影响 但是呢 我们中国人这个态度呢 就是非常的纠结 为什么呢 一个是因为川普他特别的强硬 老是喜欢挥舞的这个制裁的大棒 给我们搞得够呛 对吧 我们不希望老是一天到晚的 给我们挥舞这个大棒来制裁我们 但是呢 从这点上来说呢 我们就觉得说 还是这个周拜登比较温和一些 但是呢 我们也应该想到 这个川普这老头呢 他虽然说强硬一些 但是呢 他好单打独斗 他不喜欢去联络别人 他不喜欢去联络别人 而且呢 他还喜欢退群 对吧 他原来的那些群呢 他一个一个的都退出去 而且呢 他特别的争强好胜 如果说我要不胜你 我要压不住你一头的话呢 我就不干 这个便宜 如果是我占不了的话 我就不干 如果我吃了亏就不行 我不管你是 对手是俄罗斯也好 你对手是中国也好 你对手是法国也好 是德国也好 是谁都一样 我如果占不了便宜 我就不行 我吃了亏那就更不行了 对吧 我就会跟你对立 他不想一想说 哎 他是我的盟友 哎 如果得对他的话 下一次我在需要他们的时候 他们会出手吗 他不会这么想 对不对 那周拜登就不一样了 周拜登呢 他会去联络别人的 所以说呢 如果周拜登上台了 他可能在态度上呢 在这个措施上呢 会温和一些 他不会说 哎呦 我今天呢 你不买我的大豆 我就马上加你10% 25%的税 对吧 你今天你不买我的龙虾 然后我那税呢 我就给你涨到50% 这个周拜登呢 可能不会这样 但是你要知道 美国的政客 有一个算一个 没有谁说跟中国是友好的 没有谁 所有的政客 对中国都不是友好的 中国在以前弱的时候 他们一定不能让中国起来 那中国起来了 现在他们一定要把中国压下去 就是美国的一个基本国策 那如果周拜登他上了台的话呢 这个基本国策也不会改的 但是周拜登呢 还有一点 他还会去联络别人呢 他会去联盟 现在呢 因为川普呢 他跟什么法国打 跟这个德国打 对吧 我们就会趁机说 跟欧洲 现在呢 跟他们关系就会缓和一些 川普呢 又对日本进行打压 对吧 加他的这个军费 然后对韩国加那么多军费 使得他们这两个国家呢 对川普也是 有一种非常愤怒的 敢怒不敢言的 这么一个心理 对吧 在这个时候呢 他会容易倾向于中国一些 但是你要说周拜登上台的话 他不会让这些盟友难受啊 他不会让他们难受 会让他们呢 就大家都很高兴的 大家就是开开心心的 联合在一起来对付中国 其实哪一个更可怕一些呢 还是周拜登更可怕一些 更何况呢 这个川普啊 上任这四年以来 他让美国现在搞得真的是挺糟糕的 处理疫情也不利 然后处理这个种族歧视的 弗洛伊德的这个事件呢 也不利 使得美国呢 是越来越对立 越来越分裂 越来越不和谐啊 所以呢 从这些方面来说 我们中国人都送这个川普一个外号 管他叫川建国 对吧 为什么管他叫川建国呢 他这个建国不是建美国 而是建中国 他是我们派过去的 他天天就指责那些个媒体 说这个媒体呢 是中国的傀儡 那个媒体被中国收买了 实际上呢 最被中国收买的呢 就是川建国同志 我们不用花一分钱 他是自决自愿的 所以呢 从这些方面来说 虽然说让我们呢 还挺难受 但是我们中国人 还是比较希望 这个特朗普当选 那他现在呢 他又说啊 我们正在恢复根本的原则 也就是美国军人的职责 不是去重建海外的国家 这一点呢 我相信 会让我们中国人呢 就是在台湾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收复台湾的话 美国到底会不会出兵这个问题 让我们更加呢 心里面有一点底吧 我认为呢 就是川建国同志 如果是连任了之后 起码在他这个四年的过程当中 如果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 不得不统一的话 有川建国在台 比其他的总统在台 他不出兵的可能性呢 要更大一些 因为第一 他本身 他就不愿意出兵 第二呢 他得考虑他自己的利益 虽然说 川普呢 他到西点军校 来做这个演讲呢 其实是为了他的选票的 他说话呢 从来都是 没有真话 真真假假 但是呢 这里面 他第一 他不愿意打仗这一点呢 是确确实实的 而且这一点呢 也是我们乐意见到的 不过呢 对于他所说的这些话 现在蔡英文 应该是心里面在打鼓了 好 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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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